她却创立了手工巧克力工作室 专卖客制化的巧克力 原来于昕在哈佛求学的期间 同时也在兰黛学校 研习法式料理 在烘焙和烹饪的天地 她找到自己人生的真正兴趣 电影《美味关系》描述的是一个上班族 效法传奇女厨师Julia所创造的烹饪生活 哈佛大学毕业的于昕凌 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她的人生也起了化学变化 当时在念商时 还是没寻求到自己想要找的快乐 下午的时候是念商 所以后来早上想 我有点时间 那我去念蓝带好了 完成学业之后 于昕凌没有从事金融相关工作 而是回到台湾自行创业 卖起了客制化手工巧克力 我们永远都是从最大拍到最小 她自处旅行 寻找最适合的配料 搭配巧克力成为绝佳卖点 而当年的于昕凌 就像电影中的梅历史脆朴 所饰演的Julia一样 天才蒙蒙亮就得起床 我六点钟抱到学校 可是不能说穿便服 我们那时候一定要整理的 一定要穿制服 鞋子都是一致的 还有头发绑起来 不能化妆 老师会做一个check 如果你没通过的话 叫你回家 那段时间的努力 于昕凌发现自己心中 对甜点的热情和甜蜜 如今她将创意加入巧克力 并效法电影主角的精神 用认真的态度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扮演好自己的绝妙角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些词选的